第六十四集 靖恩先生有办法为我聚今 怎么景宁那边 情况不一样吧 公主中只有景宁设驾 但皇子中殿下你又不是唯一人选 太子与豫王亦有正非 陛下本也不会让他们两位来迎娶敌国公主 故且除开他两人 余下的人中三殿下虽有些微残疾 五殿下虽闭门读书不闻正事 但他们都是谁打谁的皇子 也都尚未细宣 越是像这样看着与皇位继承根本无关的皇子 才越适合去迎娶 所以陛下一代允亲 定会在你们三个人中挑 定亲之前 必须要先和八字 几年公主的八字会送到大厨去和 我们无能为力 但大厨公主的八字会送到这边来 让李廷监的人策和 我倒可以想想办法 让策和的结果按我们的心意走 谁取它都无所谓 只要殿下你的八字 一与大厨公主不和就行了 怎么 李廷监里也有听命于先生的人 不能说听你 只不过 有些手段可以使罢了 靖王谋色深深 定定地指使着梅长苏 苏先生 最初入京时 给人的感觉 仿若是受了麒麟才子盛名之类 被太子欲望两边交逼而来 但如今看来 先生你未雨绸缪 倒是一副有备而来的样子 梅长苏 毫不在意的一笑 坦然道 苏某自负有才 本就不甘心屈身江湖 寂寂无为 有道是 匡扶江山 名标领烟 素来都是男儿之志 如果不是狠下了一番功夫 有几分自信 苏某又怎么敢贸然舍弃太子 和豫王这样的轻松捷径不走 而决定以信以以 奉殿下为君上呢 静王将这番话在心里绕了绕 既品不出她的真假 也并不想真的弃品 梅长苏 确实已经一意要辅佐她深灯大宝 这一点 萧景岩从来没有怀疑过 但对于梅长苏最终选择了她的真正原因 她心中仍然存有困惑 不过 在这个时候 静王尚没有多深的执念要寻查真相 毕竟现在正是前途多迁之时 有太多更壮的事情需要优先考虑 对她来说 这位高深莫促的谋士 是她手中最利的一把劲 只要好使就行了 至于这把劲是怎么被锻造出来的 为何会血刃出窍 她此时并不十分在意 密室不是茶房 划到此处已是劲时 当没有继续坐下来闲聊的道理 虽然来此的目的没有达到 但静王本身也明白 景宁脱身的希望不大 所以尽管有些失望 但也不沮丧 两人淡淡告别 各自顺着密道 回到自己的房间 萧景延随晋府开牙 有自己的亲兵 在军中未亡极高 但毕竟是仅有郡王封好的数数皇子 又不似欲望那般 享有诸都特权 故而除非是在朔王日 节祭日 淡日 牡丹日 祭日 等特殊日子 否则不请旨 便不能随意进出后宫 萧景宁那日求了她后 一连有好些天 都忘不到这位七哥的影子 不免心中忧击 竟不顾宫规近言 派宫女写自己亲笔写的书信 乔装出宫 去静王府找关阵 结果还没走出定安门 便被禁军发现截住 蒙植闻讯赶来后 只收缴了书信 将宫女放回内院 之后引领手下不得对外吐露此事 悄悄掩住 当晚 他连夜暗访 静王府向萧景宁出示了书信 并劝他让关阵 早离京室 静王知道 此内间被杀案后 蒙植队进军的控制 已不死以前那般铁板一块 这件事 若真能彻底瞒过去 当然好 可但凡有出此马迹 被梁帝或皇后知晓 关阵都是性命难保 所以只得将他远浅边境 隐匿保身 果然 大约只过了两三天 梁帝便听闻了公主 私寝宫女外通的风声 他一向宠爱这个幼女 自然更是怒不可遏 当即命人换来蒙植 披头盖脸 一通雷霆责问 蒙植倒是早有准备 后梁帝发完了怒火 方叩白 启启回道 陛下见责 臣自当罪该万死 但自古功归清语 罪是要及 臣虽蒙臂侠恩宠 铁为近亲同理 可毕竟只是个外臣 那宫女是宫主贴身随时 书信又是密封 臣一无权审问内宫人等 二不能拆看书信亏密 不审不看便不知真伪 不知真伪又岂敢将这种事 善报陛下 故而臣只能将宫女出回 令手下进口 将书信焚烧 如此方能将此事化为民友 布上宫主圣德 臣见识粗陋 思绪若有不妥之处 请陛下责罚 梁帝听了他的分辨 细想竟大事有理 这种公归私事 自然是能消求消 能免就免 大肆查证出来 也不过是丢自己的脸面 这样一想 一团火气 渐渐也消了 命蒙之平身 安抚了两句 又像刚才派往公主宫中 带天询问的内室召回 指下了案令给皇后 命他加倍严官敬明 并匆匆演了此事 蒙之与静王 一见关系一直不错 此次他刻意回护 没有让任何人察觉到公主的 这位心上人是被静王收留在府的 更是明显表示出了极大的善意 静王原本就曾被梅长苏暗中劝告 要结交盟职 加上此次又受了这个人情 一来二去交往 进进僧都 虽没有频繁到让人注意的程度 但推心指腹的程度 已远比以前更深的几倍 与此同时 蒙之这方也依照梅长苏的安排 表现得很是积极和主动 一日 趁着到静王府中 参加他举办的骑射赛会的时机 调起话题 借口 要看他从北地王处 缴获的双弦剑 如愿到了静王巡剑的卧房内 并且很凑巧地发现了 那个隐秘的地道入口 就这样 蒙之顺理成章地成为 第一个知晓梅长苏 与静王沉属关系的朝臣 并且趁机向静王 表明了自己在不为皇命的情况下 一定会支持他夺敌的态度 这个时候 已是曹长英妃 芳妃渐进的四月 大楚秋信的使团 带着可贯的礼物 已来到了金陵帝都之外 由于楚帝 这次派了自己嫡亲的皇侄 凌王宇文轩 担任政事 故而两帝 按照相应的王族规格礼尽 欲望 奉着前往城门迎接 并安排他们 住进了皇家外馆 保成功 从大楚方面的郑重骑士 与大梁这边的礼遇态度来看 这次临姻之事 似乎已成了七八分 见面只在于协商细节了 两国联姻是一件大事 虽然还未有明侄允昏 但朝廷上下 已先忙碌了起来 大梁正是宇文轩 入宫必见后的第五天 内庭连下了两道之意 一是加封 锦宁公主 为九西双国公主 二是赐上武皇子 淮王 赤造心腹第一座 这似乎表明联姻的人选 已初步确定了下来 哭闹过 抗争过 也绝食过的萧锦宁 最终还是屈服了 身为大梁公主 她其实一开始 就明白自己身上 不容挣脱的质顾和责任 对父皇的违逆 只是不甘尽就这样放弃 自己想要选择的幸福 而结果 咱是早已预料到的冷酷 皇后派出最心腹的宫女 昼夜看管公主 各公妃品 也都轮番出面 百般相劝 在这个一切 以上位者意志为主宰的后宫 锦宁得不到任何公开的支持 因为对于大多数 冷眼旁观的人而言 她所经受的 不过是历代公主 同样的命运而已 虽然没有因受宠爱 而更幸运 但也说不上更不幸 靖王每次进宫 都会去探望这个妹妹 见她慢慢接受了现实 心中稍稍放心 萧锦宁 求她日后 一定要提携保护关键 她也想都没想 就答应了下来 近来 太子受责 不于正事 豫王在朝腾之上 异常的活跃 每次庭论时 无论意的是何事 她都会积极参与 要说 近在秦臣 都已甘心向她效忠 那当然远远不是 只不过 以她如今红的发紫的身份 只要不是错得太离谱 诸臣等今也不会 搏逆她的词风 而且不知为何 最近一个月来 连太子派别的人 都表现得异常公顺 不再热衷与豫王作对 再加成这位贤明在外的皇子 又不是庸才 府中也是人才济济 在大事上 错得离谱的情况 少之又少 所以渐渐便给人一种 群臣复合的感觉 梁帝心里 怎么想的没人知道 至少表面上 她愈发的爱中欲望 遇到难学之事 首先便会与她商议 听取她的意见 一时间 瑶卓四起 人人都传言欲望殿下 很快就会成为太子殿下了 这种风声 自然不可避免地 最终传到了梁帝耳中 他询问随时再碰到蒙直 蒙直却说 从未听过此类传言 虽然梁帝 很赞赞他这种完全 置身事外的态度 但心里 人不免有些欲语 齐甲回宫时 因为烦闷 便弃了车拧不用 只带着贴身几个随时 信不先走 陛下 您今晚是去 六宫都总管 高湛 小心翼翼地打听着 以便早通知早准备 梁帝 拧了拧脚步 皇后 已想端俗不讨计 岳飞 竟然为太子 是常有哀气 他都不想见 年轻美人们 固然娇艳柔媚 但今夜 他似乎没有这个性质 所以最终 他也只是沉了沉脸 没有理会高湛 察言观色 一块沉静的高公公 当然不敢再问 宫身跟在皇帝身后 宫灯八斩 稳稳地在前方引路 各宫都已点起蜡烛 明晃晃的一片 可梁帝却偏要朝最昏暗的地方走去 似乎刻意要寻找一种清冷和安静 走着走着 一股药箱突然扑鼻而来 正正地抬头 看见前面小小一所公园 仿佛游离于这荣华奢鱼的公园之外般 为之富丽花束 反而辟出一品小小药谱 宁普雅致 这是哪里 高湛盲道 回陛下 这是静贫娘娘的居所 静贫 梁帝 眯了眯眼睛 自在回忆 是啊 静贫 景延的母亲 倒也常常见 年杰等场合 后宫百合 她总是低眉顺眼 站在很靠后的位置 从来不主动说话 就如同她出境宫时一般 高湛 静贫入宫 又快三十年了吧 高湛背脊上 冒出些冷汗来 不敢多达 只滴滴毁了个世子 月瑶生了景宇后 总是生病 拖了好信念都不见大号 林府担心 所以才送了医女 进宫贴身条理 真记得 月瑶带她 一向亲如姐妹 陈飞 林月瑶 顾皇张子 萧景宇 这些都是不能陪着一时心血来潮的皇帝 随便回忆的禁忌话题 高湛 只觉得内衣都快被浸湿了大半 努力不让自己的呼吸太急促 腰身弯得更低 梁帝 冷冷地瞟了她一眼 你也不必下成这样 去穿纸 让静平 接甲吧 是 不多时 药香营绕的纸罗院 天的灯竹 静平 甩工臂们 正装出影 跪迹于远门之外 梁帝 并没有细细看待 只丢下平身儿子 便大步跨入室内 静平 忙起身跟上 过来服侍她 宽下外衣 暗暗去得去脸色 柔婉地问道 陛下看来疲累 可愿进御药汤解乏 梁帝 想到她是医女出身 自然 竟御药聊 假之 确实起得头痛力衰 当下点头许可 静平 宁人抬来玉桶香汤 自己钦佩药材 不多时便准备听到 伺候梁帝入狱 又为她点药油熏针 按摩头部穴位止痛 静平 虽然年纪已长 容色未见经验 但医者心静 保养得甚好 并边未见滑发 一双手更是滑腻修认 推拿按压之间 令人十分舒服 梁帝已经很久 没有这般安静闲事过了 陛下 蒸芋一口干 喝口药茶吧 静平 滴滴问道 将细次碗 抵至她口边 梁帝 眼也不折 就着她的手 喝了几口 干爽沁香 毫无药味 恍然间激起了一些久远模糊的印象 唉 静平 这些年 是朕冷落了你 握了她的手 梁帝 抬头叹道 听了这句话 静平既没有趁机 倾诉委屈 也没有亲词信谢 说些漂亮话 只是淡淡一笑 仿佛根本不盈于心一般 仍然认真地揉拿着 梁帝发酸的不净肩胛之处 一晃这么多年 朕也老了 梁帝倒是清楚她这种 天淡的性子 并不以为意 要说什么补偿 也给不了你 不过 景言孝顺 你还是有后福的 陛下说的是 有景言在 臣妾就知足了 这孩子孝心重 有情义 只要她在京城 必会常来请安 能看见她 臣妾怎么都是开心的 梁帝 瞟了她一眼 可且那双 柔润清澈的眼中 满样子的都是母性的慈爱 心中也不由依然 景言 是种情义的好孩子 朕何尝不知道 只是 性子拗了些 有些才技 被溢住了 朕 也没给她太多机会 不过 你放心 朕 还是要关照她的 战场凶险 以后 也会尽量 不前她 出去了 若是朝廷需要 该去 还是叠去 静平 淡然的道 宫外的事 臣妾不清楚 但身为皇子 护卫江山 也是应尽之责 这孩子 虽然不爱张扬 但心里是装着陛下的 装着大梁的 如果陛下为了爱护她 一直让她复闲在京享清福 她反而会觉得更委屈呢 两弟不由一笑 说的也是 惊言 九十心识 再委屈 也不跟朕私闹 虽说 君臣 先于父子 但他也未免太生分了些 这性子 倒有几分像你 龙生九字 各有不同 陛下的皇子们 自然 也不都是同样的性情了 两弟 没见一跳 又想起太子与豫王之争 心口略闷 对于历代帝王而言 身边 要是有一个众望所归 德才兼备的储君 那可真不是什么好玩的事 所以 他虽立了太子 但却有一向爱中欲望 以此削弱东宫之势 使其不至于有爱地位之稳 不过太子景宣 叙齿教掌 生母又是宠妃 本人也肃无打错 要说两弟早就一处之心 那却有不尽然 直到近半年来 多次丑闻叠发 两弟这才真正动了怒 有了费力之意 帮太子于归甲宫 不许他再参与正事 本来 豫王就是东宫的有力争夺者 太子下位 由他补上 应是顺理成章的事 只不过 景宾 你觉得 豫王如何 后宫也早有派系 无人可以上议 没想到 竟是这于世无争三十年的 低位嫔妃 才让他可以毫无疑虑地 开口询问 臣妾觉得 豫王 融资不凡 气度华贵 是个很气派的皇子 这 不是问他的样貌 请陛下见谅 除了样貌礼数 臣妾对豫王支支甚少 只是偶尔听起后宫谈论 说他是个贤王 哼 梁帝 冷笑一声 后宫妇人 知道什么贤不贤 这些话 还不是外面传进来的 现在 朝堂一世 大臣们 都以他马首使战 倒还真是贤呢 这也是陛下爱众的缘故 以前太子在朝时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他仿若无心的一句话 却够得两笔 心中一跳 太子以东宫之尊 奉执政 在朝堂上 都没有这样顺风顺水的局面 欲望 现在还只是一个亲王 便已有了如此的震慑力 一旦立他为处 只怕 陛下 水已经温了 请起身吧 静平 似没有注意到梁迪的 沉丝板 一面扶他起来 一面命侍女 拿来丝巾 为他摄去水滴 换上柔软的中医 扶到床榻枝上 安睡 自己跪在椅边 力道适中的 为他捏脚 你也累了 梁迪 坐起半身 紧紧握住了 静平 正在忙碌的手 睡吧 静平安详地侧过脸来 灯光掩去的岁月的许多痕迹 将他的肤色染得格外柔润 在露出一个异常温婉的笑容后 他轻轻打了一声 是 陛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收听 由莫言鬼语 南音为您播讲的 狼牙榜 下一集